回来讲讲内地的自媒体 内地的自媒体现在出了很多文章 唱衰香港的 其实内地的自媒体 跟内地的电商很多都串迈的 还有就是 内地的自媒体当然要讲话 就得意点 现在很多自媒体都出了文章 就说内地人买奢侈品就不用去香港 去海南都一样 他又拿了崇光在尖沙咀倒闭那件事去讲 那些自媒体现在 在内地不为如力地去香港 为什么呢 其实只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香港和内地的商家 其实是同一块钱 就是内地人消费 大件消费的钱 就是买大件东西 最主要就是买奢侈品 其实内地人 要相信代购 要相信电商是有难度的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 在内地的自媒体 就是攻击香港的诚信 我说一句真话 现在香港最大的威胁 都是胡说的媒体 胡说的媒体 其实对香港的负面影响很大 在内地主要是自媒体 就是崇光的情况 其实就是不断被人说 那些店铺被人拍乌鹰 我说一句真话 崇光在尖沙咀那一场 其实位置是很差的 其实在尖沙咀那一场 他一直都是受不了的 那你说 在铜锣湾那一间 是不是都是比较难受的 那现在其实也是难受的 因为 之前有几年 严格来说 都是靠香港市民消费受的 那你自己想想 一间这么大的百货商店 是不是真的靠香港市民消费 可以受得住呢 其实就很难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 就是 呃 我也说一句不好意思 就是说一句话给大家听 就是内地现在 有些自媒体就是攻击日本人 就说这个崇光 其实骨子里 是日本的血来的 其实 崇光在日本很小的 就是说一句真话给大家听 就是 其实香港崇光是 比日本崇光大很多 就是现在 现在 那些自媒体为什么要 插一叠去攻击呢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叫别人 不要去香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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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威斯就说 短期内 是不可能 恢复往日的景象的 那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早就说过 但是现在的阻力会很大 就是 其实 内地的自媒体 他们的操作是很成熟的 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内地的自媒体 他们 其实跟电商 很多是串在一起的 那 那些人为什么会看自媒体 因为他们的题目 是写得爆很多 其实 现在 在内地 还有一个不好的情况 就是 有很多人都想香港衰 其实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就是我说实话 就是大家是为了利益 那 那 就是 就是 空威斯就说 崇光要搬去启德 那 其实 现在 启德那里 另外一件大事 那 其实香港如果 没有了诚信 两个字 其实都很大事 其实香港做生意 从来都是靠诚信 为什么 就是 电商兴起 香港 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做到这些奢侈品生意 就是 那些人认为在香港买的东西 是真货来的 在大陆买的东西 就很可能是假的 那你说大陆不断进步 现在大陆的东西 很多都是真货 也是真 这个也是事实 大陆的东西 是不断进步的 但是呢 我也讲一句真心话给大家听 就是 就是 现在他不断进步的时候 他去到一个平颈 他去到一个平颈 就是 有些电商 他觉得 喂 我们要 就是 找大块钱 借一些意 就攻击一下香港 其实 那些自媒体 现在是 不断地出文 的了 那空卫斯就说香港不好吗 就是国家不好 我不知道是国家不好 还是香港不好 但是我就是知道 现在的自媒体 就不断在说 香港不好 叫人不要去香港 其实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 就是 呃 呃 為什麼 那些店铺会失败 那样 就是 那些大品牌 是 離开了这个 崇光 那些 那些 截头 那些 搞到一剔的东西 那样 还 又讲下 小伙子 又是刘莲虹先生 就 管理得很差 其实 哈哈哈 我说一件事 给大家聽 其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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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也不想说 就是 又是為了一個淺字 我不是要幫細柳說好說話 不是 其實過去兩三年做零售的人都很難做 其實以前做零售其實很OK 現在做零售很難 張五哥就說之前維他奶事件 不是又是內地唱衰 沒錯 其實很多內地自媒體 是合同香港的政棍一起去做 大家都是有私心的 其實有些事情根本在香港 那些政棍是不應該做他們做的事情 就像之前維他奶那件事 我說回一些比較溫和一點的事情 就被人指責說我幫維他奶去洗白 你想一下什麼是合理什麼是不合理 就是一間公司裡面一個員工做這些壞事 是不是代表他整間公司都有問題 譬如說他的HR寫錯了一些中文字 那些中文字眼用錯了 用了小小 那是不是也是有問題 你 即是很坦白說他道了協 老闆出來了 其實很簡單的 我就收了貨 香港就有一幫政棍鼓動他們的受眾 就說不收貨可以 要他直接這個維他都要收他皮 才可以 那為什麼 對不對 那李文香港就說 香港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國家一定想香港好 因為香港是國家對外的一張卡片 香港越好國家越方便 這個是真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內地有很多自媒體都是想香港衰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唱衰崇光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為自己的電商做生意 我真的不需要為小樓說什麼 就是我不認識他的 就是大樓小樓 我都不認識他們兩個 你說我有沒有見過他們 那我在街上有見過他們兩個 但是 不代表我認識他 還有就是 香港的商場的繁榮 現在當然是 就是現在比較壞 就是現在在內地 就是其實內地過去幾年 那些大貨的人 賺到盆滿撥滿 就是他們 內地的大貨的人 賺到盆滿撥滿呢 其實 他們現在都擔心著一件事 就是我認為是 香港再開一些人 喂 會不會走到香港買 不在我們那裡買呢 其實 他們很怕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趨勢會逆轉 什麼趨勢逆轉呢 就是 那些人改變了消費習慣 消費模式 改變了在代購 改變了在 就是在大貨的那些 視頻那裡買東西 因為疫情的關係 消費模式也改變了 現在疫情防控這件事 做完了 就是國家一定要疫情防控這件事 做完了 那他們做電商那些人 當然是擔心一件事 就是 本來 不是他們賺的錢 會不會 回到傳統零售那裡呢 那Dali就說 還有一批人想挑起兩地矛盾 也是真的 我都說的事情 給大家聽 其實是真的 還有 香港的媒體有沒有做壞事 有 老實說 有人在香港的街上 拉屎 又說 滿城盡帶黃金客 這個就是有人在街上拉屎 是不是復償 我就告訴大家 有人在街上拉屎 當然不是正常 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 那個人是不是內地人 你就說 在街上拉屎 就是內地人 其實 我也說過實話 給大家聽 這些新聞 其實我真的不想 香港的媒體去做這些事情 不過你不做也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成為網上熱話 網上熱話 你不做 結果人家都拿了點擊率 這個是 一個惡性循環 Freder Wong真的很噁心 但是 你只是噁心 但是你不知道 那個人是不是內地人 那個情況是 現在 在香港出現這些事情 就是說 這些是內地人做的 我心想 你有沒有查過人身證啊 有沒有查過人證件啊 你怎麼知道是內地人啊 是不是呢 是不是 嘻嘻嘻 嘻嘻 嘻嘻就說得對 沒有大陸客人 都有人在街上拉屎的 嘻嘻 嘻嘻 老實說 這跟香港的公廁的環境 太惡劣 也是有關係的 是不是呢 嘻嘻 阿V聰也感謝你的支持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他說內地電商借國內自媒體 搶香港生意 其實他們就不想 就是 複償 就是有部分人 是不想回去 之前那個位置 譬如 19年之前 就是19年 黑暴爆發之前 其實 香港每年都是接待 很多很多內地遊客的 那麼 現在有一班 吃了這塊錢的商家 他覺得 這是一個威脅 很有威脅問題 那麼 甜品社會就很明顯 那個人 要是智力有問題 要是精神有問題 就是了 就是 你把問題 射到大陸客人 老實說 香港的媒體 都是很無恥的 那麼 Jerry卡又說 又是回到上水 水客問題 羅湖開了之後 會不會多回水貨客 其實我的看法是會的 但是 有水貨客對香港是不是壞事 我認為不是壞事 有些人就說 你這樣 要國家 稅收有損失 你危害國家安全 你帶水貨客 老實說 其實帶水貨客的人 都是找一頓吃的 對吧 還有 為什麼一直有水貨需求 在香港買奶粉 那些 或者是內地的商品 有些人真的不相信 其實 這是信心問題 對吧 那 你有信心問題 你強行令到 內地人不相信香港 其實 又是不對數 就是我的看法 是不是 那 Happy Wonder 又有生意做什麼壞事 有些人不是這樣看 有些人覺得 其實在香港 也是很麻煩的 就是你上水那些 藥房 有生意做 有些情況下 就搞到那個地方 污煙漲氣 有些人就說 哎 幸好他們過去幾年沒有生意做而已 那些環境好了很多 現在又回來了 其實有些人會這樣說 其實就是 但是 這個世界 凡事都是有兩面的 你沒有人來 其實就沒有生意 你始終都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 你沒有人的地方 是沒有經濟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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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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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水貨客 都是那些 在香港 工作能力低的人的出路 那麼 當然 都要給那些人找到吃才行的 難道他 每天都要他拿中援嗎 對不對 那 Sam崔就說 我見過 例如X東村 有個阿婆通街大便 應該精神有問題 那當然 那麼 那麼 一個地方當然要有人去 一定要有外來的錢 進去 就像香港這些商負 你搞些排外的東西 其實就不適合 就是 我就提醒香港那些人 就不要再搞這件事 就是你起碼 都要 就是自己知道 現在香港就要有隊形去賺食 也不要 帶頭破壞香港的誠信 就是有些人當然 是破壞香港的誠信 我不說哪些人 那 就是那些人當然 應該退居而善 退居而善 不便叫他下班就下班了 其實就 那 那 那 這幫就說 澳門近半年都多水火 澳門其實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取代了香港的 就是買了些水火 但是 他們 始終都是規模做不夠香港大的 其實澳門的情況就是 那 如果你沒有人的話 你沒有經濟的 其實就是講句真話 那 白發魚就說 蹲得在街坡一定精神有問題 那當然 其實 你一開口就說是大陸人 其實 這件事 不適合 我到現在都說 什麼適合 什麼適合 什麼不適合 這些都是不適合 那 那 強姓就說 水火是合法 不要唱衰水火客 老人家用努力賺錢 你要尊重 那他們有些人就說 這些水火是 就是 偷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就是 有些人 真的是 這件事 危害國家安全 那些自媒體 現在有些人 是這麼誇張的 我看到 不是吧 就是 什麼危害國家安全 你酒兩罐奶粉 怎樣危害國家安全 哈哈哈哈 買兩罐奶粉是合法的 是合規的 對不對 那我帶兩罐奶粉 上去怎樣危害國家安全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樣都不行 是不是 那我講到這裡 就算了 就是 都是希望香港 就是 做這些 這些內地人生意的人 就保持回 那個誠信 如果你被人撿到手指 你之後 大家都找不到吃 你害了 整個村人 就不太好 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 雙頭 你說是漁村 就是內地人 有些人笑香港是一個漁村 漁村 漁村也好 大家都要誠信 去賺錢 即是說 你騙瘡的話 人家一定會笑你掃補 好了 痴咧騙說 香港真的要執法 捉除地便利的海群之馬 那個戴口罩 在垃圾桶裡 蛤尿的那個人 你說是不是大陸人 那我就覺得他不是 他當然急得很厲害 或者他是有神經病 或者精神有問題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好了 說到這裏就算了 有些人還跟我說 喂喂喂 你這樣洗白的那些 水貨客 其實 他們就把水貨 等同了做走私 其實水貨等不等 做走私 其實要看看你帶的是什麼貨 如果你說 有些人就揹那些急凍 凍肉上內地 那些是違法的 那些我認為 那些是一定要抓的 其實就是 但是有沒有人做 當然是有人做 有錢賺的事情 也是有人做的 就是和牛那些 一塊冷的走上去內地 其實一直都有這些事情 之前就改了做大飛 其實再之前就有人 螞蟻搬家地搬上去 就是人多過關 就博 看不到 好了 算了 說到這裏就算了 真的 唉 有些事情越說越深奧 好了 休息一會回來講其他話題 在可樂的事情 在那裏就算了 看不到 在那裏就算了 看不到 在那裏就算了 那麼多 看不到 在那裏就算了 看不到 很難以後 也要看不到 我 你不是 我休息一會 不想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